大家好,各位HEPLIFE的同學,大家早安! 又來到我們營養教室的時間,我是今天的營養師,Lala 就快迎接各種佳節,特別是十二月、一月, 有很多節日的聖誕節、元旦,接下來又有過年 其實我們都需要了解一下,在佳節之前和佳節之後 我們怎樣可以幫助我們的長度健康 畢竟通常這些佳節的時候,就不單止是會吃一些蔬菜水果這麼健康的食物 通常就會又吃一些大餐,纖維含量可能吃得有少一點 我們都要注意一下我們的長度的健康,特別是令到我們的身體裡面的廢物 可以順利地排出 我們今天就會提到的是長度的健康,特別是怎樣把我們吃進身體裡面的食物 變成廢物之後,怎樣順利地把這些廢物排出來 就是我們今天上課的重點了 我是營養師Lala,目前是台灣Herbolife的特略營養講師 同時又是一些學校、醫院、健身中心、營養教育相關的工作 做得久了,其實都會想分享一下一些營養的資訊 又或者最近在做什麼 歡迎大家可以追蹤一下我最近新開的Facebook 會分享一些台灣的生活和營養相關、健康相關的一些資訊 今天會分享兩個謎師的解答 經常都會聽到宿便這個字 特別是保健食品,有很多市面上的酵素 都會說,哇,排宿便排毒素 如果我肚穀穀經常都不舒服的話 難道我是不是長度裡面很多宿便呢? 大家覺得有沒有宿便這個東西出現呢? 或者肚穀穀的時候會不會想 哇,是不是有一堆便便已經在長度裡面積住 可能一個月這樣呢?這些宿便 那其實真的有沒有宿便這個東西的呢? 就是醫學上有沒有這個宿便呢? 其實是沒有的 有沒有跌破了大家的眼鏡呢? 因為太經常聽到有宿便了 就會覺得,宿便就是你隔夜的便便 就是你當日沒有排出去 或者我兩三天才便便一次的話 那我是不是在肚子裡面很多宿便呢? 那其實,在中醫角度和西的角度來講呢? 都沒有宿便這個字的 你在醫學上呢,你是沒有辦法看到 看到有宿便這個英文字的 就是它沒有宿便這個東西存在的 在醫學上 那為什麼我經常覺得有宿便呢? 就會覺得,如果我沒有日日便便的話 那我日日吃東西 那我是不是有很多便便的圖呢? 那其實要有一個觀念呢? 就是便便本身呢 就會宿一宵的 就是它本身就是會 它是宿便來的 如果用宿便的解釋來講的話 它如果是需要存在在你身體裡面 超過24小時呢? 是非常之正常的事情來的 因為本身你吃東西 經過食道、胃、小腸、大腸 它再排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需要24小時到72小時呢? 都是正常的 所以呢 基本上任何一個健康的人呢? 都是24小時都有大便 在腸道裡面呢? 是完全是正常的 任何一個人 現在坐在那裡 站在那裡 BB仔、老人家 任何健康的人呢? 腸道裡面都是有便便 是非常之正常的 除非你今天要去做大腸鏡的檢查 如果有人做過大腸的內視鏡檢查的話呢? 那就會有兩三天要吃這些流質的食物 然後排到完全清晰才去檢查大腸呢? 那個情況就例外 那時候真的整個肚子都沒有便便的 但是日常生活當中呢? 那時候看見任何一個健康的人呢? 24小時都有便便在腸道裡面 是非常正常的 只是要看你那個便便的形態 在身體裡面是什麼樣子 那另外呢 就會覺得說 哇 但是我常常都肚子都覺得我好脹喔 又真是去廁所不是很順暢的話 那我是不是這個肚腩都是便便來的呢? 那就不要自欺欺人了 那些東西都是脂肪來的 很多那些保健食品呢? 特別是針對長度排便、排縮便那些 保健食品呢?都會說 哇,你排毒之後呢? 就是腰圍減了兩寸這樣 但是呢 你如果真是用這些保健食品 然後變變比較順暢呢? 因為通常會有些射藥的成分 那就是 哇,恰恰的聲這樣 變變很順暢之後呢? 就會真的站上去那個 體重機上面呢? 你會看到 哇,真的減了兩公斤喔 那我是不是真的射了兩公斤的縮便呢? 那其實是排水的 就是你在肚射的時候呢? 其實是身體裡面其他地方的水分呢? 進到你的大腸裡面 然後 令到身體脫水的 那所以那兩公斤呢? 可能就大部分九成都是水分啦? 那你的肚子暫時 減少了呢? 也都有可能是因為 身體裡面的水分流失了 但是你身體裡面的脂肪是沒有流失到的 那當然有可能 你有一些便便也是排了出去啦 但是 長期這樣依賴這些 會引起輻射的保健食品呢? 也都不是一個好事來的 那所以 你說你捏得起的 那你那個脂肪是可以這樣捏起的呢? 那些一定不是縮便來的 一捏得起的那個是皮下脂肪來的 那有些呢 就很肚骨骨捏不起的 在裡面的呢 一照那個 CT 電腦斷層的時候呢 都是內臟脂肪來的 基本上就不會是縮便的 那所以呢 就要看回 如果你那個腰圍是超過 譬如女性超過80公分 然後男性超過90公分的話 那就代表腰圍過粗啦 那這個腰圍過粗呢 就不是縮便來的 是脂肪來的 那所以呢 只要是減肥的話 那個肚腩才可以減得動的 那但是 如果真的 很久才變變一次的 那第二個迷思就是 每三天我才變變一次 那我是不是便秘呢? 那其實有些人不一定是一天帶一次的 那如果兩三天才打一次的話 那是不是真的有縮便呢? 縮了兩三天呢? 那剛剛才有提到呢 其實你吃進去的食物 會存留在你的身體中 每天二十四小時到七十二小時呢 都是正常的 那所以每三天才變變一次的話呢 就不一定是便秘來的 那你有沒有便秘呢? 那首先就是要看回便便的 如果那個頻率呢 是固定的 譬如你固定就是一天一次 或者三天才一次呢 或者三天兩次這樣呢 都是正常的 一天兩次這樣都可以的 那就是要看回你本身那個排便的頻率 是很固定的話呢 那就OK啦 還有呢 只要要看回你便便的時候 有沒有任何的不適的情形的 那正常來說呢 應該是不費吹灰之力之下呢 就可以便便的啦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 紅方之力才可以便便出來的話呢 那就應該代表有便秘的情形啦 那主要呢 要看回那個便便那個 忘了提醒大家有便便圖 要看回那個便便那個 那個形態的 那有很多人呢 是去完廁所之後 完全不回頭的 完全不看下自己那個便便的狀態 就衝到廁所的啦 那其實呢 一定要注意回自己的便便那個形態 是不是正常的 那要看回便便正不正常呢 我們會看一個指標的 叫做Bristol Studio Scale 那這個 Scale 它就會看回那個便便的形態 然後可以定義有沒有便便或者輻射的情形的 那如果你是 Type 1 或 Type 2 的這種 山羊便便或者 你的便便雖然有情形啦 但是有很多裂痕的 那而且便便呢 是不是說很順暢的話呢 那都是代表便便的情形 就算你一日便便一次 但是你的便便是這樣的樣子的 好像山羊便便一樣的 那都是定義為便便的 那正常來說呢 應該會是有輕微一點點的裂痕 又或者是光滑的話呢 就是最正常的 而且它是成形的 通常呢 我就會形容為呢 就好像 質感呢 就好像 剝了皮的香蕉 那樣的 而且是 朱古力味的 就是 就是很完整的 這樣才算是正常的 那如果呢 你一樣是不成形的 它不是條狀的 是一滴一滴的 又或者是很稀的 會黏 很容易黏在馬桶壁上面的 那呢 就屬於是 肚射的情形 那所以 只有綠色這個屬性的 這兩種類型的 是正常的 那如果 你雖然 每天都有便便 但是你的便便的情形 是便秘的 或者是肚射的呢 都不屬於正常的 是需要去補充一些 長度健康的營養素 那如果你是正常的話 當然恭喜你啦 你的便便也是非常正常的 那去維持你的飲食習慣啦 纖維啦 水分啦 益生菌啦 這些要補充的 所以呢 常常都說 長度健康呢 其實我們的長度好像種田 那樣的 那你就是這個農夫 那怎樣去打理你那個長度的農場 是變得健康呢 那如果你種菜的話 最基本最基本的 一個營養素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水分啦 你的便便要吸水呢 它才可以形成那個光滑的狀態 那所以呢 那水分是很重要的 通常它是山陽便便的話 就代表你那個便便的水分不足 所以它沒有辦法成形的 那所以必要的灌溉就是水分啦 蛋白質也很重要的 雖然蛋白質它本身呢 就不會令到便便成形啦 又或者它本身並不是說 幫助你的便便變變得更完整 但是蛋白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呢 維持你那個長度 大腸本身那個黏膜的健康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來的 那所以必要的灌溉呢 就是水分啦 和營養素是什麼 是蛋白質啦 那另外呢 如果你要把你的農場 裡面的農作物要種得好你的長度 去健康的話呢 當然必備的一些維他命 和礦物質也都很重要的 那譬如舉個例子啦 譬如維他命C 維他命C呢 維他命C呢 就是維持黏膜的健康啦 令到那個腸胃的細胞可以排得比較緊密啦 那都會需要維他命C的 維他命E 維他命A 這些都是的 可以維持黏膜健康 那除了必要的灌溉 有充足的陽光之外呢 那我們幫助我們的長度 清除雜草呢 也都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呢 你的長度那個便便呢 它要去順利這樣推出來 順利這樣承認的話呢 那就會很需要纖維的 而且纖維它可以吸水 令到你的便便呢 可以更加柔軟 更加容易排出去 和可以刺激長度的蠕動呢 都會是需要用到膳食纖維的 就非常重要的膳食纖維 一旦膳食纖維不夠的時候呢 便便沒有辦法承認啦 當然它就會比較乾 還有呢 會比較細條 和粒粒的樣子 所以這個纖維非常重要 那令到我們的肚養肥肉呢 你的長度的健康呢 也都會需要益生菌的 益生菌它本身呢 會做兩件事情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通常聽到的益生菌 都會叫做什麼乳酸幹菌那些 那為什麼會叫做乳酸菌 不叫做流酸菌 或者是什麼其他類型的菌呢 那就是因為乳酸菌呢 它就是在腸道裡面會分泌乳酸的 那這個乳酸呢 它這個酸性物質呢 可以抑制 壞菌生長的 壞菌是不喜歡在酸性的環境之下生長的 那所以益生菌它分泌一些酸性物質 那腸道裡面那個 壞菌就會減少 那另外這個乳酸呢 也都會刺激長度活動的 那所以吃了益生菌呢 你便便比較順暢呢 就會是非常之理想的一個效果 那另外益生菌呢 也都會分泌另一種物質 叫做短鏈脂肪酸 那這個短鏈脂肪酸呢 就可以供應給我們的長度 壁的細胞營養的 那所以益生菌呢 同長度呢 就是好朋友啦 長度比益生菌地方生長啦 那益生菌也都會回饋回我們的長度呢 給一些營養給我們的長度 令到我們長度的細胞更加健康的 那所以這些營養素呢 都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那所以剛才我們提到最基本的水分啦 還有蛋白質維他命和礦物質呢 這幾樣呢 都可以在我們的營養蛋白素裏面找到的 那我們的奶色裏面呢 本身就是吻含了長度所需要的蛋白質啦 維他命啦 還有腺食纖維的 那另外也都有一些薑根石柳藍莓呢 一些植物性的精華在裡面 而且它的熱量非常之低啦 就是低脂低糖低熱量的配方 有很多的口味用來配搭的 那另外我們還有另一款的是select的配方 精選配方的營養蛋白素呢 它就是跟我們本身的奶色不同的地方 我們本身的奶色是蛋白質是來自於大豆蛋白的 而精選配方呢 它是來自於其他種類的植物性的蛋白質的 那而且它的蛋白呢 也都是含量非常之豐富啦 有10克的蛋白質 有6克的纖維在裡面的 那另外還有 它是完全純素食者都可以吃的 我們上一堂課呢 有提到的是素食相關的議題啦 那如果想了解多些營養蛋白素精選配方 它的特色的話呢 那都可以再去看上一堂課的 講素食的 那這個彎豆、泥蜜和大米呢 它可以互相彌補回它們各自的 安基酸的不完整性的 那所以它們各自這樣結合在一起 就會形成一個完整的安基酸 還有它那個吸收率也都非常好的 那就跟大豆啊或者乳清蛋白這些呢 可以一樣提供給人體所需要的 全部的必需安基酸的 那另外它跟我們本身的奶色一樣 含有豐富的維他命啦 抗物質啦 也都是低升糖指數啦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出一款 叫做精算配方 主要是課本身對於大豆 可能有過敏的情形啦 或者對於牛奶有過敏的情形啦 又或者是純素食者呢 都可以選擇我們的精算配方 那所以你最基本的打底呢 最揚藏到基本的營養素呢 就可以透過我們的奶色去獲得相關的營養啦 那另外我們也都提到 如果你要令到變變成形柔軟 和容易排出去呢 會需要補充纖維的 那我們補充纖維有兩樣東西的 一個就是營養纖維粉 一個是抗脂片 那營養纖維粉呢 它本身就 每一份就含有綠黑的膳食纖維 也就是一根就有綠黑的膳食纖維在裡面啦 那來自於大豆甘蔗 玉米和甘骨的膳食纖維 另外還有添加 幫助我們益生菌生長的一個益生源 谷糖可以幫助好菌生長的 那它本身幾乎沒有熱量的 因為纖維本身就是不會令到人類有提供熱量的 那所以它本身就是零脂肪呢 非常非常之低的熱量 但是它吃起來是有一點點甜甜的 主要是因為這個甜菊的植物性的甜味的添加 但是是沒有熱量的產生 也都不會增高血糖的 那它本身也都有一個非常之好味的 天然的蘋果味 那所以加入去奶色裡面OK 加入其他的飲品裡面OK的 它本身是粉狀的 但是因為它本身是粉狀 所以比較不容易帶出去 那如果你是想帶出去 隨身攜帶一個隨時可以補充的纖維的話呢 那就可以選擇抗脂片了 那抗脂片本身它其實就是 纖維的成分 原始於蘋果啊 燕麥啊 金骨啊 阿拉伯膠的這些 纖維的成分呢 就可以幫助你隨身攜帶 隨時都可以補充纖維的 那就是怎樣去搭配使用 我們的營養纖維粉和抗脂片呢 主要就是在兩個時機時間點去使用的 那營養纖維粉呢 是可以加入去奶色或者餐點或者任何的飲品裡面 那譬如你今天的奶茶 你想變成高纖奶茶的 高纖蘋果味奶茶的 亦都可以加我們的營養纖維粉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要出街吃飯呢 抗脂片呢就可以在餐前的時候用 餐後用其實都ok的 但是為什麼會希望大家在餐前半個小時食用呢 就是可以提升飽足感 因為纖維其實它的功能非常多的 不單止是給長度的 所以減肥也是非常非常之有幫助可以抑制食肉 就是幫助你提升飽足感 那所以你在餐前先食用了抗脂片呢 那有適量的纖維幫助你在長度裡面已經有這個食物 有纖維膨脹的話呢 那就會減少了你正餐的時候吃的食物的食量 那所以記得在餐前的半個小時先食用抗脂片 那就可以減少了你的食育 還有可以幫助長度的健康 因為它的纖維含量都非常之高 可以幫助長度的活動 那最後還有益生菌的 益生菌就是幫助長度的土地更加肥育 所以益生菌呢 也都是可以添加一下我們的奶色 又或者你直接整根食都可以的 它有一個細細的匙羹 在裡面 那記得不要舔那個匙羹 因為我們那個益生菌呢 它添加那個抗… 即是它沒有怎樣添加抗凝結劑 所以其實呢 如果你放在太潮濕或者太熱的環境呢 它比較容易結塊的 那你那個匙羹呢 也不會令到它那麼潮濕 快快手這樣拿一匙羹出來 或者吃一吃呢 就快點吸回那個蓋了 還有不用放進冰箱的 我們的益生菌 如果你放進冰箱的話呢 會更加容易結塊的 因為你從冰箱拿出來 然後打開那個蓋的時候呢 溫度比較低的粉末 或者任何溫度比較低的東西呢 都很容易會吸收空氣中的水分的 那所以如果你放進冰箱呢 它會更加容易結塊 那所以放在一個乾燥的陰涼環境就OK了 那我們的醫生菌呢 本身是來自於綠墨牙去培養出來的 牙包月村幹菌啦 這個菌種呢 叫做BC30的菌種呢 是一種專利的菌種 它那個存活率呢 到達大腸的存活率是非常之高的 那我們本身的益生菌呢 它也都有添加谷糖 令到我們益生菌到達長度呢 是有營養可以吃呢 可以生長得更加好的 那因為這個牙包月村幹菌 它本身跟其他的菌的結構不同的 它有一層內生包子的結構呢 令到這個牙包月村幹菌呢 到達長度的存活率是高達70%的 那可能會想到70%算不算高呢 為什麼不可以到90%呢 那就要去跟其他的菌比較了 那譬如你吃一匙乳酸的話呢 譬如你吃一匙乳酸的話呢 譬如其他的一些乳酸幹菌的話呢 它沒有那層內生包子的結構 就會很容易被胃酸去殺死 那到達長度的存活率呢 只有1%而已 所以其實研究發現 牙包月村幹菌應該是目前可食用的 益生菌裡面到達長度的存活率是最高的 可以高達70%的 那它因為它有一個層內生包子 它不單是不怕酸性 它也不怕鹼性啦 不怕冷啦 也不怕熱的 那所以其實你加在奶色或者任何的茶 熱飲裡面其實都是可以的 那它本身呢 其實是不好吃的 如果你本身呢 是會直接整根吃的話呢 你可以感覺到少少淡淡的甜味 是來自於菊糖 但是它本身其實已經沒有加糖啦 沒有加香味啦 它不會是益力多的味道啦 就是它是無香料、無色素、無糖的 全素食者都可以食用的 那有些同學仔可能就會想 益生菌是否算是素食呢? 我們上一堂課其實有探討到的 益生菌都算是素食的 因為你在日常生活中 其實你沒有辦法避免去食用到任何的細菌 你沒有辦法去避免不去食到細菌 一定會是食到細菌的 那益生菌其實本身它也是一種細菌 就是有益健康的細菌 那益生菌它也是屬於全素食者都可以食用的 那我們的長度健康的關鍵營養 剛才提到就是需要蛋白質 水分、維他命礦物質 可以由我們的營養蛋白素 兩款的賴色都可以獲得長度所需要的 基本的營養素的 那另外要令到長度健康可以排除廢物的話 纖維就非常重要了 那所以我們的營養纖維粉和抗脂片 都可以帶在身邊的 那另外還有益生菌 可以幫助我們長度的環境更加健康 那所以益生菌也可以加在我們的奶色 或者任何的食物裡面的 那所以我們的長度健康 可以需要這些營養素 幫助我們長度的環境 可以種田一樣 就會有一片肥沃的土地 那我們今天課堂的時間 就來到這邊 非常感謝大家 希望今天會幫助大家了解到 其實並沒有縮辯這件事的 但是有便秘這件事情 那所以就算我們是整天吐咐咐 或者是希望更加順暢 希望這堂課我們的資訊 可以幫助大家更了解到 怎樣幫助解決圖谷谷的問題 令到排便順暢的 那我們今天的課堂就來到這邊了 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下一堂課再見 拜拜